歡迎收看古海大音家 我是凡英華 今天加權只是跌得比較重一點 跌掉了72點 量的部分是急缩的 665億 很多人說 那次行情難道結束了嗎 現在投信 到底是不是 作帳 不要做了 直接提早結帳 哇 這麼可怕嗎 到底要怎麼來觀察呢 出現哪些的跡象 今天節目想問你邀請到 也是巨獎投顧資深的分析師 陳宗璇 宗璇你好 憶華你好 全國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宗璇今天打到了頸線位置 8361 而且5日線 10日線通通都破了 對 人家說投信開始結帳了啦 所以才會這樣子 那你覺得呢 是真的開始結帳了嗎 哇 這個結帳這問題 我們不是講了快 一個禮拜的一個時間 講好久了 越來越有這個跡象出現 會慢慢越來越明顯 而且會有更多的股票 會慢慢受到這個投信的結帳 不是我們要嚇投資朋友 真的是這個樣子 是 那在今天大盤往下修正的過程面 我必須講 這個盤 這個成交量真的不夠 今天也不到700億 盤冷 外面天氣也冷 投資人心更冷 哇 三涼啊 真是的 糟糕了 好淒涼 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到底需不需要這麼的一個 這個 我需要很緊張嗎 應該不用了 不用了 要這樣嗎 不用 因為我們認為說投資朋友 你手中的個股 甚至是在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一個操作上面 你當有依據 你不要看到這個大盤一跌 這個往下一修正就 看到黑影就開槍 對 沒錯 看到黑影就開槍 這樣就很危險 因為有些股票 還有它的一個機會點在 好 那我們還是要來跟大家報告 大盤的一個部分 大盤的一個部分 來 我們先看這張字卡的一個部分 這個大 加權股價指數 今天跌掉0.86% 這個修正幅度還算深了 那最主要主跌還是跌在這個金融指數的一個部分 還有電子指數 非晶電 三個全部都下跌 那當然我們看到說 在金融指數方面 跌幅會比較深一點 這最主要還是有這個 國內一些部分 這個房貸政策的一個影響 導致於說今天稍微跌比較深 那跌比較深到底有沒有關係 來 投資朋友 我們會建議說針對大盤的部分 如果投資朋友想搞清楚 盤勢的一個方向 我們一直在強調一個重點 一定要有科學化的一個依據 來做量化 你才有辦法做準確的一個判讀 如果說照以往 這個所謂技術分析的一個理論 來做觀察的話 有時候互漲互跌的一個架構當中 投資朋友比較不容易摸清楚 市場上面資金的一個流向 那到底要怎麼做量化呢 一樣我們會提供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工具 給投資朋友來做參考 這工具呢 它叫做波動力道 它是用來判斷趨勢在用的 它是用來判斷趨勢在用的 那波動力道呢 由這個多方的一個動能 如果轉強的話 它增加越陡它就會漲得越快 它相同的一個道理 如果它由紅翻綠的話 代表說它就是反向 代表空方的籌碼開始做進場 那如果說在加權股價指數 我們以日線圖為依歸的話 100以內它是一個區間盤 100以上它會是一個趨勢盤 這很重要 等一下問投資朋友說 到底現在是什麼盤 那如果說三秒鐘之內 你有辦法答得出來 那你就出師了 來 再來 短線上面我們要怎麼做判斷 短線如果投資朋友要判斷盤勢的話 我們會建議說 你要以30分鐘的一個週期 為基準來做操作 那波段判斷這個趨勢上面的話 就要以日線為主 另外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千萬不要搞錯了 紅綠燈 沒錯 紅綠燈 紅色是買進 綠色是賣出 跟大家一般在路邊看到的 這個路口看到的 這個行然後制燈號不太一樣 但是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你千萬不要搞錯 搞錯就完了 全部都相反 那我們回到主軸來 主軸來大盤的一個部分 知不知道 這一波我們認為這個大盤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告訴投資朋友說 心態不要過度的一個偏空 來 我們來看這張圖 是不是落點落在11月25號 當時在短週期 也就是30分鐘 短線上面的一個趨勢上面 11月25號 波動力道開始做翻紅 當時大盤的一個點位在8182點 沿路往上漲 漲到這一波最高的高點 漲到8501點 總共彈了319點 那投資朋友 我們做這一張字卡的時間點 是在什麼時候 昨天嗎 因為昨天創下短線 波段也來新高 那如果投資朋友 往下面一看的話 哎呦 波動力道 這個地方 我們滑鼠畫圈圈的地方 哎呦 竟然是綠色的 竟然是綠色的 其實昨天在開高的一個 挑戰波段高點 往下回測的過程裡面 波動力道就開始出現了 這個轉弱的一個情形 代表說 短線上面 這多頭的力道有點不太穩 那到今天為止 哎呦 糟糕了 早上再往下 再做修正的過程裡面 連短線上面的一個 賣訊都出現 賣訊出現的時間點 是在今天 在8433點 沿路往下就有修正 投資朋友 那他告訴你 短線上面這個大盤 他就有往下回測的一個壓力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 想說短線上面要回測 很怕 要怎麼辦 這個會不會開始 這個大崩盤 倒不至於 投資朋友 我們在告訴投資人說 短線上面的一個修正過程裡面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一個重點 現在整體的格局架構在哪個地方 整體的架構裡面 投資朋友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在整個未來30分鐘的一個週期上面 投資朋友要記得 我們舉11月22號的一個例子 當時的一個例子 特別告訴投資朋友說 這下你要關注在波動力道的一個部分 如果他開始做有效性的一個縮角的話 那這個大盤代表說短線上修正 他就很有可能會結束喔 所以未來我們就要一直在緊盯在波動力道 在30分鐘週期 會不會出現快速的一個收斂 那至於長線上面 日線來做觀察的話有沒有 投資朋友 日線從10月27號開始 大盤正式接漲 多方正式接漲這個趨勢開始 當時的波動力道也開始小於100 到今天為止 投資朋友 今天波動力道從106的一個位置點 掉到只剩82 今天波動力道只剩82左右 他只剩82左右 投資朋友他告訴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不是在一個多方的一個區間盤裡面 也就是說目前短線上面 空方佔有優勢 他會先做一波的一個修正 但是在修正過程裡面 投資朋友不要忘了 現在還是在整體多方格局的架構 那操作策略也要怎麼擺 當然壓回全力做多 那壓回全力做多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所有股票都可以買 投資朋友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大家提 內資的一個行情面 來到月中的時間點 開始要進入到結帳跟作帳的 一個分水嶺 還記得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報告的嗎 內資的一個行情的一個變化 投資朋友我們來看這張字卡 量能成長的一個趨緩 在今天我們看到大盤成交量不到700億 又再度印證 這個指數他就是照這個規劃在走 那我們一路從11月22號開始 陸續過來跟大家報告 內資的一個行情特色 你看大概兩週以上的一個時間 都是維持在這個樣子的格局跟架構當中 那指數的部分還漲幾跌 我今天跌的還算兇 一往下修正的過程裡面 其實投資朋友慢慢就可以看得出來 指數真的具有還漲幾跌的一個作用 那個股表現的一個格局 投資朋友是不會改變 尤其是如果是遇到內資要開始做結帳的 那很恐怖 那個跌勢會加深 那內資結帳 我們一直在告訴投資朋友說 你要如何來做避開 我們從12月10號開始 陸續一直在告訴投資朋友說 來看這張字卡的一個部分 是不是告訴你內資結帳的一個標的 當時在12月10號 我們幫投資朋友做出來的整體統計 那整體統計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請攝影師幫我們放大一點這個地方 叫內資熱門的一個排行 它可以幫你排出來內資 內資裡面有分很多種 包括投信、自行商 甚至在業內實戶 我們都會把它納入到裡面 來做一次整體性的一個統計 那只要是賣超的一個部分 投資朋友他就會幫你做排序 那如果我們拉過來看一下 左邊的一個部分 也是在股名跟代號的部分來看 投資朋友這一些 如果遭到結帳的一個標的 你不要小看12月10號 你當初做出來的統計 這個不是我們偷懶 我們是要用來印證 印證說我們工具好用的地方在哪裡 早就告訴你了 對 沒錯 尤其是像我們看到2312的一個金保 投資朋友今天股價又再度跌破 10塊錢票面的一個金額 這個不就是當初12月10號 我們就一直在告訴投資朋友 這個就是內資結帳的一個標的嗎 今天乳紅 投資朋友是不是往下來看 乳紅的一個部分 今天也跌很深 這個今天幾乎打到 快要接近跌停板的一個部分 生計類股都是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 從這個地方來看 大家來做報告 這結帳會不會繼續結下去 到底要怎麼看 投資朋友要怎麼看之前 一樣我們還是會建議 投資朋友你要用科學化的一個方式 來判斷個股上面的一個籌碼 那科學化的方式 你要怎麼來做判斷呢 當然要好的工具啦 好的工具的一個部分 個股方面我們會建議 投資朋友你要從主力動能的方面來做著手 因為他是用來判斷籌碼在用的 那市場上面很少有 這個工具專門來判斷這個多空籌碼 那主力動能的一個部分 如果他由綠翻紅 代表多方的籌碼正在做積極的一個進場 增加越陡代表籌碼越集中 那如果由紅翻綠代表多方動能退場 那如果越陡的話代表籌碼推得越快 股價跌的就會越兇 那在籌碼方面 這個以量的一個結構來看的話 傳統的一個技術指標裡面 都特別跟大家提到 量能他永遠是量先價行 所以他是一個領先的一個指標 所以很值得投資朋友來做 後續上面的一個參考 那在參考方面來看的話呢 投資朋友重點來了 我們在剛剛跟大家提到 內資結帳的一個標的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金寶的一個部分 在今天股價持續跌破 10塊錢的一個票面 沿路往下走修正的過程裡面 我沒有一直提示投資朋友說 來到這個地方 這張股票不要碰了 因為從11月8號賣訊就出現了 當時價位點在11.2 算一算 唉唷這一跌跌到快接近2塊錢 2塊錢可能投資朋友很美感 無感2塊而已那不算什麼 2塊錢投資朋友代表在低價股裡面 是代表20%左右的一個價差 那11月8號的部分 主力動能就領先翻略了 果然是一個量先價行的一個指標 這一看就非常的清楚 目前就持續走空方的一個走勢 那到今天為止 投資朋友昨天我們用鴻海來跟大家舉例 媒體到底有多落後 到今天我們看到說市場上面 如果投資朋友有看動態的新聞的話 大概都會看到這一則新聞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經濟日報上面 這個看出來的一篇新聞 叫乳虹新產能明年全開 哇這個講到明年產能要全開 業績營運還有網上做增加 這在今天我們特別幫大家畫起來 2013年12月12號 幫大家框起來這時間點 如果投資朋友你在早上吃早餐 一邊吃著油條配著豆漿看著報紙 上面告訴你 乳虹新產能明年要全開 來到這個地方看到乳虹疊了一段 不買感覺怪怪的 但買了 投資朋友今天就是你的心情怪怪的 那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會怎麼建議呢 你當然要有一個好的工具 幫你判斷短線上面的一個籌碼 他到底怎麼告訴你 你才不會因為市場上面 疊一個多空利空的一個訊息 就受到迷惑 那乳虹 我們工具上面怎麼講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乳虹日線圖的一個部分 在日線方面來看 投資朋友他從12月3號主力動能 就已經開始做翻率的一個動作 也符合我們剛剛講的 內資結帳的一些概念個股 那如果從短時間週期 如果投資朋友今天早上想進場 是想要做短線上面的價差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看30分鐘的一個週期 來進場做操作 投資朋友就30分鐘的週期 從12月9號開始 賣訊就出現了 當時的一個價格落點落在377塊半 就回頭今天一看 以今天收盤價337.5來看的話 總共跌掉了 不多不少 剛好40塊 一張就是4萬塊錢的一個價差 就不見了 那投資朋友如果有一個好的工具的話 你會不會在今天去搶 搶如虹 我相信應該不會啦 甚至手中有如虹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中有到好的工具 我相信12月9號的一個部分 你大概短線上面 也會先做部分的一個調節 那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在昨天晚上 中璇在看美股的過程架構裡面 我們一直在緊盯美股的一個動態 當然我們看美股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由美股去看 我們一直在看生計類股指數 就是NBI NASDAQ的這個生計類股指數 可是表在昨天的一個架構當中 昨天是美國的一個生計類股指數 單日大跌59點 一天就跌掉了2.5% 為什麼我們要舉美國的NBI 來跟大家做說明 其實我們不是要告訴投資朋友說 這個美國的生計指數 未來會怎麼漲 怎麼跌 而是要告訴投資朋友 我們在12月10號的時候 我們工具上面就已經開始告訴你 生計類股就是所謂 結帳裡面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到昨天還一直在提示 投資朋友說來到這個地方 生計類股指數的一個部分 你不要去管美國的一個生計類股指數 是不是在高檔區 是不是有沒有做拉回 你要看你要先看國內的一個部分 國內你不看 你先看國外這個整個邏輯跟架構 就會有問題喔 在操作上面 投資朋友你一定會碰到 你的一個難度在 那在國內的生計類股指數 我們一直在告訴投資朋友 11月4號他就已經出現了 所謂的一個賣出的一個訊號 從賣出訊號開始出現之後 這個11月1號主力動能 他就領先做翻率喔 一樣他還是處於在一個 亮仙價型的一個結構裡面喔 那從11月4號開始出賣訊 沿路到今天來看 哇 持續創下這個 波段相對應低點的一個位置點喔 就沿路往下走這個修正喔 那往下走修正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很多新股喔 在最近也生計類股的新股 也開始做掛牌的一個動作 其中有一檔喔 就是4180的安城藥業 今天股價就這樣 悶不吭聲直接打到跌停板喔 這想當初因為新股掛牌 想說我去搶一下 搶看看這個新股的蜜月行情 那對投資朋友來講 真的是情何以堪喔 沿路就往下走修正喔 那今天打跌停的架構裡面 投資朋友你避不避得開 如果你有一套好的工具 你絕對避得開喔 怎麼講呢 來 我們來看 這是在安城藥業30分鐘 短線上面 投資朋友如果你要操作 個股價差 你絕對要參考的一個重要的時間週期 那從安城藥業我們在做觀察 12月9號賣訊就已經開始出現喔 當時賣訊出現的一個價格 價位點落點落在340塊 如果投資朋友現在回頭過來看 到今天跌破300塊錢 哇 這個早知道 如果說有一套好的工具 我至少可以省下40塊錢 以上的一個價差 賣在340多好 對 沒錯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賣 賣的一個好地方 短線上價差我如果沒有搶成功 他告訴你說來到這個地方真的不行了 那該走我們就一定要先走一趟 那至於其他的一些生計個股的一部分 像我們在整個結帳行情裡面 一直在提示投資朋友的 包含像什麼 在整個台威體的一個部分 今天股價也大跌 又再度創下短線波段以來的新低 那投資朋友我們有沒有提示你很多天 應該講了滿長一段時間 一直告訴你說 這檔個股從11月11號賣訊開始出現 當時出現價格在379塊半 現在回頭一看60塊錢不見了 怕死人 價差61塊 這喜歡玩高價類股的 投資朋友這有時候一跌跌掉 一張6萬塊就不見 你如果買個10張60萬就飛了 大概是一台new artist的錢 就是一台國產車的錢就不見了 沒錯 所以說在個股方面操作 我們希望說投資朋友 你要有一定的一個方法來面對 在這個多空剛好進入到 分水嶺的一個過程當中 個股異常分歧的狀態裡面 我們希望投資朋友你要操作的是好的股票 什麼叫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舉例 這些遭到結帳的個股 相反 什麼叫相反 第一它一定要買進的訊號 第二它主力動能一定要在多方 對不對 如果有出現這些訊號 它相同的 它股價在即便那些大盤震盪過程裡面 它依然會有續牆的一個可能性 你說 中選 這個股票像什麼 像昨天我們特別跟大家提示的 有沒有 有一檔集團作帳的黑馬股 當時我們特別跟大家報告 這是一檔雲端的一個概念 獲得微軟資金的一個挹注 又是大同集團 大家現在年底到了 在整個內置行情 開始要轉集團作帳過程當中 我們昨天特別跟大家提示到這一檔 是買進訊號 下面是不是主力動能全部都是紅的 那在震盪過程當中 今天大盤大跌72點 那今天股價怎麼走 今天持續往上走正向的一個攀升 幾近乎說 今天相對應最高的高點 未來會不會有機會突破 持續往上走攀升 這個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那在這個架構當中的話 我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有對的方法 來面對內資作帳跟結帳的一個行情 好 所以剛剛總選人說了 現在結帳的部分要避開 但是好的股票 正是這個時候好好的把握的最好時機 到底還有哪些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要回到古海大英家 紐催來科學家發現 植物強大的生命力來自於植物營養素 80年專注研究 運用尖端科技 將珍貴的植物營養素 萃取製作成紐催來綜合營養片 讓植物的力量照顧全家人的健康 全球銷售第一 安利紐催來 我感冒了 半夜發燒 小兒莉莎爾 和醫師開的成分類別相同 小兒 莉莎爾 媽媽安心吧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欸 你感冒好幾天了 叫嚴重的感冒 請用加強配方 有鹿丸加強液 安全配方 效果更好 有鹿丸加強液 感冒不難過 腳丫子 辛苦你了 我要對你說聲感謝 多賣多賺 一人滿額全家小五折 再抽機車一百台 對於我們 這是創新的改變 及時互動緊密相連 不同的觀點 全新的視野 三立Explorer Truth SGG News.net 三立新文網全新上線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爸 我想要把你行動上網 我以後要當假博師 我早就準備好了 謝謝爸 一百不夠啦 夠啦 遠傳神很大 上網一居 只要一百 來遠傳 人人都辦得起 爸 你也來遠傳啊 搭配遠傳神很大 HTC獨家心機 再送Voke好運紅毯 歡迎回到谷海大贏家 我們剛剛說了 結帳的表題 真的要千千萬萬的小心 不要再跟他留戀了 跟他談戀愛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現在 中學 作帳的啊 不管是投資金要作帳也好 還是集團要作帳啦 這一種股票的話 我們又怎麼來掌握呢 好 其實在整個內資行情 我們替觀眾朋友追蹤 快要接近兩週以上的一個時間 投資票到月中來 你要特別去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到月中開始 投信 自營商 甚至在整個受險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投資部門的一個部分 都已經要開始進入到 結帳實質獲利的一個階段了 所以說他們會開始進行 一些漲多的個股 開始做所謂的一個調節 比如說上個階段裡面 我特意跟大家提到的 生計類股的一個部分 早從11月份開始 陸續都已經開始展開 結帳的一個動作了 我們希望說投資票 你不要等到看到 美股什麼NBI指數 突然間出現重挫大 你才要想要在今天 來調節你手中的生計個股 那有時候真的太慢了 所以為什麼上個階段 我們會告訴投資票說 你要優先觀察的 就是從國內的一個部分 從國內的一個角度 從國內金流的一個部分 來做觀察 來做衍生 你才有辦法掌握到 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 從內置行情特色裡面 我們還要再跟大家來做強調 投資票 量能 大盤在這個地方 成交量的一個部分 勢必它會持續呈現出 趨緩的一個現象 指數的一個部分 環漲急跌這個特性 不會做改變 就是未來會持續呈現出 慢慢盤間往上的一個格局 那個股方面 個股表現 投資票這是要特別 去留意到的一個現象 未來漲都是個股上面 有利多消息的 它才會有機會 做這個脫穎而出的一個表現 畢竟大盤現在600億700億的量 我說實在真的不夠 這個盤面上面1492家的個股 來做這個分攤 所以投資票你要選 你一定要選擇內支 真的資金有進來的 那你要怎麼去抓到 內支資金有進來的 來 投資票我們再跟大家強調 股市你要領先的一些關鍵 就在金流上面 你如果掌握到金流 我認為說對於投資朋友的操作 絕對是所向無敵 尤其是未來這種 6700億 7800億這種 這個低量 我們去講低量 它未來很有可能 會形成一個常態 所以對於金流上面來講 追蹤是更加的一個 這個 如果你追蹤得到 錢到底往哪邊流的話 對你的操作 絕對會有更大正面性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選的個股 絕對不要再去 用以往的思維 想說有些股票跌很深了 正在震盪整理 我要買來等 買來等 我要佈局 投資朋友 你知道人選的股票 永遠都會選低基期 弱勢 還在整理型態的 如果選這種個股 如果假設這個大盤 真的有在持續往下走 更大 更進一步的修正 這個股不漲 在這個大盤上漲過程裡面 它就已經先不漲了 為未來大盤往下走 修正的過程裡面 它只有破底的份 因為它已經是弱勢股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選呢 我們一定要選擇 前選的股票 市場上資金有進來的 特色高基期 強勢突破 如果透過一個好的工具 幫你做篩選的話 投資朋友那就簡單多了 又輕鬆多了 一樣我們舉12月10號 當時內資作帳標的裡面 我們特別跟大家強調的一個重點 來投資朋友 我們再請攝影師 幫我們放大這個區塊 內資作帳標的 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有一個內資熱門排行榜 這個只要有做內資買進的 它就會幫你排下來 就會幫你做順排排下來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往左邊看的話呢 當時出現的一個標題 包含陽城 智原 智原到今天還創下短線波段以來 新高的一個水位 那包含江森 今天也開始做震盪的一個拉回 沒關係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今天我們要講的一個例子 落點落在最下面 最下面這個地方 有一檔個股 叫做6230 叫做超重 超重 不是沒有 今天大盤跌得深不深 跌得深 跌到70幾點 跌70幾點過程裡面 今天的一個操縱股價怎麼走 供到整個漲停板的一個價位點 可是沒有 當你發覺說有一套好的工具 可能很早以前 它就已經告訴你 那一支它錢往哪個地方流 它要怎麼去鎖那些個股 那我錢我股票 我就往那個地方靠攏就對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很輕鬆 那6230的操縱 從我們工具的角度來做觀察 可是沒有 它從12月26號開始 就出現買進訊號 當時買進的價位點在61塊半 現在回頭過來一看 哎呦 今天漲停板最高價 已經來到72塊9 你說有到好的工具操作 會不會很輕鬆 我們認為就會大幅度 減輕你的壓力 那個股方面 我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去緊鎖的一個重點 我們認為成功的模式 它是可以複製的 你只要找到個股 它是具備 買進訊號 主力動能 它是翻紅的 我們認為這些股票 未來長線上面 都會有成長的一個機會點 我們再舉一檔 個股當例子 這檔個股如果在12月4號 當時各位有看 中選的一個節目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當時我們特別開放一個 叫做 內資作帳的一個黑馬體驗營 當時我們鬧了一個 蠻大的笑話 就是這個頂泰豐 這個字打錯了 不過沒關係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在第二檔個股 叫光宗耀主 投資朋友猜一下 大概很好猜 因為這一檔個股 當時我們是告訴你說 11月20 它買訊就出現了 11月19波動力道就翻紅 這一檔個股 就是3428的光耀科 應該很好猜 今天投資朋友 光耀科的一個技術型態 K線圖上面來做觀察 已經創下短線波段以來的一個高點 今天盤中差一點 又要供出第二支的一個漲停板 沿路就往上走墊高 那它有沒有符合同樣的一個概念 主力動能翻紅 買訊出現 投資朋友有時候震盪個三四天 人一下後面創新高 這一段利潤它就會是你的 那要記得在強勢的個股當中的話 我們一再跟大家建議 短線上面的一個操作 你一定要緊鎖 內資資金流去的一個地方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投信 自營商 受險開始進入到結帳行情裡面 內資的一個作帳的部分 會開始剩下集團作帳 所以說投資朋友要盡量把錢 往各大集團的一個部分 來做鎖定 那像這一檔個股 我們就很建議投資朋友 來做後續上面 股價的一個追蹤 這一檔個股呢 大同集團旗下的一個 這個個股子公司 這個不簡單 雲端概念裡面 可以獲得微軟資金的挹注 在今天 在昨天我們推薦的時候 股價還好 到今天為止 大盤大跌的過程裡面 股價持續創造短線波段來新高 一樣的一個模式 買遜 主力動能它是翻紅的 成功的模式 投資朋友是可以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個複製 那投資朋友如果 對於我們的工具 有任何的一個疑問 甚至這一檔 新的一個 我們要帶領我們會員進場 做操作個股 有興趣的 麻煩大家廣告當中 都可以來電詢問 好 所以剛剛中璇說了 一些結帳的標的 我們要懂得避開 而且在籌碼面 很早很早就告訴你了 所以不要在那裡 倒跌下來之後 才在說 我當初沒有賣到 早知道 每次都說早知道 萬般無奈都不知道 到最後看到殺下來才知道 忍痛割愛 那就很糟糕了 沒錯 所以說我們會建議說 投資朋友如果說 對於自己手中個股 真的不是很了解的 不妨可以來電詢問一下 看一下手中個股的一個情形 好 今天感謝你的收看 觀看大家明天同一時間再會囉 拜拜